Kronvisa使用Samba来还原我们的电脑 刚才我们备份完了,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5.5G 它的备份档是有压缩的,所以刚才15G的硬帖压成5G了 使压成5G了 那我们回来我们的 一样这一台,设定值 存放装置,再把Kronvisa 放回来 Image放回来 然后一样使用它来开机,启动 好,那我们一样选择Other Mode Today 图认完,我们就可以把光碟卸载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操作 绿色键盘不改 使用再生龙,使用音像档,使用Samba 动作都做习惯之后就会很熟 然后使用DHCP 然后我们这是107 这个按Enter 网易名称没有 使用者 T-E-A-C-H-E-R 好,Image是没错 使用第一个通讯协定 使用预设的输入密码 好 没问题挂载,怕Image挂回来了 那我们还是用使用初学者模式 还原是这个 还原整颗硬碟 还原如果你有两个分割区 再可以还原不同的分割区 针对某一个分割区来还原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这颗硬碟只有一个分割区 所以我们就直接还原本机的硬碟 然后它这里自动会把上一次 你备份的Image叫出来让你选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Image 所以第一个 End 然后还原到这颗硬碟是多少 85G的硬碟 OK 还原前要不要检查那个Image 那这里我就会略去检查 因为我们前面备份的时候已经有 检查过了 那还原的时候就不要一个一个再检查 多浪费时间而已 我们在备份的时候仔细一点 还原的时候就可以省略不少时间 那你想如果你要还原几百台机器的时候 每一台都去检查 那很浪费时间的 与其这样我们在备份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检查完 还原就可以省略很多时间 往下 现在做完怎么样 关机 他已经帮你做完 按Enter继续 真的要做吗 他告诉你他从哪里 从哪里做到哪里 是 真的还是要做 是 好他开始进行还原 那你可以看到他还原的速度 现在是每分钟10G 就是GIGA的速度在跑 相当相当的快 那如果是15G的 硬碟 他一分钟到两分钟就还原完 这样子的还原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好我们尝试多等一下下好了 录影多等一下 看他是不是真的还原完 有没有还原完毕 如果他没有还原完成 他会出现红字 会出现红字 那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 现在速度降到6G 差不多GIGA的网络 我个人还原的经验 单台来说 平均大概是每分钟6G 6G左右 那15G的 硬碟 我们大概两分钟到三分钟 就可以还原结束 那目前经过一分半钟 一分二十二秒 他已经还原百分之五十了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两分 多 两分多 快三分钟左右可以还原完成 那 空基达这样子的一个软体 OPEN给大家用 然后又非常的好用 支援 不管Linux 不管Windows 他都只要他认识的分割去 他都可以备份跟还原 很方便 资讯组 在维护自己 机器的时候 如果你有相同行到很多台机器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好用 尤其Linux的系统 基本上不大 像我们这系统 16G左右 不像商业软体动不动就是 几十G、几百G以上 那个备份起来会比较辛苦 好 他已经还原完成 然后待会就进行关机 备份完 我们刚刚预设他是会关机 所以他 待会就会进行关机动作 他现在POP OFF 7、6、5、4、3、2、1 那么就关机了 关机完他是不是真的有 帮我们还原完 看 光碟是空的 那我们就进行开机 1、2、2、2、1、8又出来了 好 已经正常开机 所以 他有还原完成 熄于 稳珍